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在阿斯達年代技呢 玩的是戰士 戰士的話呢 就是盾劍 拿著一把劍跟一個盾牌 那在阿斯達年代技裡面那個技能算是蠻豐富的 技能組合啦 很豐富 我覺得玩起來算是蠻令我驚豔的 因為有技能沒技能真的差很多 像平常可能玩很多那種戰裝遊戲的話呢 就是一直砍一直砍而已 但是在阿斯達年代技的話呢 他那個技能組的搭配非常重要 他那個倍率也不是一般那種打怪 那種普通攻擊打怪可以比拟的 我們來看一下戰士的部分好了 因為我是玩戰士很開心的 好來 他這邊的話呢 有主動技能跟被動技能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的話呢 就是有分 有分這種連續技類型的 還有分這種一招一招的 這個有一條線過來就是連續技 這個是前進斬擊1 前進斬擊2 前進斬擊3 然後呢 你這些技能還可以再獨自升級 升級滿了之後呢 你可以再透過技能書 再給他升級上去 目前是白階嘛 前進斬擊1 那你可以再把他升級成藍色的 正是更高 這個我不全體 但是藍色是有的啦 然後 你看這個倍率 普通攻擊的話是100%嘛 那這個倍率是247% 也就是說你可能平常打一下100 那會變成247低 然後這個是2嘛 234% 這個是3 237% 所以這三招接起來是差不多700% 好 那實務上怎麼操作 就是點怪物嘛 然後 然後呢 點這個 點三下 它就會變成123連在一起 一直點就好了 好 那平常我們可能要活頭的話 就不用去注意到這一點 好 這個就是技能的部分 好 那我們在設定快捷鍵的時候呢 這個連續技能只能夠放第一招 你沒辦法把第二招或第三招放進來 它只允許你放第一招 你看我現在第二招要把它放進來不行 第三招把它放進來也不行 只能夠放第一招進來而已 好 那接下來這招的話是盾牌阻擋 好 這招的話呢就是可以降低自己的速度 然後增加格擋的這個能力 就是讓自己被打比較不會那麼痛 然後這個是什麼 突擊 就是衝到對方的前面 好 給它打一下 好 這個背率就比較低一點點 只有91.2% 那主要的內地就是衝過去把別人盾化 然後這一招的話呢是 投一個盾牌 好 到敵人身上 好 讓別人僵止 就固定在那邊 好 那如果打怪物的話 還會有表現的效果 好 這個背率的話是100% 好 主要也不是輸出的 就是用功能型的 然後這個是守護的吶喊 以自己為對象發動所為的吶喊效果 我給予周圍敵人大範圍傷害 好 不過 他就是大範圍的傷害 而不是大倍率的傷害 只有92.93% 好 那如果對象是魔獸的話 就是有條件效果 就是可以集中 怪物來打我 好 這個符合 就是戰士這個職業的特性啊 那這個是什麼 有猛盾牌 好 這一個 跟這個P的地面 這兩招 超級厲害 這個是 這個是戰士的超級大招 好 這個倍率超級高 你看喔 有猛盾牌呢 他就是 CD時間比較長一點點 60秒 他的倍率高達484.8% 那 命中的話呢 可以賦予敵人昏訣 如果命中對象為昏訣狀態 則將其推倒2.5公尺 使其倒地 並再次賦予昏訣 哇 好噁心啊 就是讓人推倒再昏訣 昏訣再昏訣 然後這一招的話呢 就是遠遠的放一個劍氣 倍率的話呢 高達670的4.64% 那如果對方昏訣的話 還會額外的傷害 好 這個是戰士的領域 所以如果說在打王 就要平衛刀 戰士就是要存這兩招 存這兩招一次給他放出去 好 我現在放一次給你們看好了 這個真的很好玩 來 這個是 這一招 來 開始了 一直點 丟 欸 沒有接起來耶 可能剛剛 橫劈一下就把他砍死了 可能要打 血量高一點的喔 因為他 他是有洗禮時間的 你看喔 他這邊有血 60秒 這個3秒 我在想 有可能他按了之後呢 要過個 3秒鐘才可以接他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所以剛剛的話 並沒有立刻接出來這一招 這一招 好 那我們繼續看好了 待會等一天晚 再看這個接起來 怎麼樣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 落地垂擊 就是 跳過去 然後給別人昏訣 欸 那我這個應該講錯了耶 這個是 等一下喔 你看喔 他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人就已經昏訣了 所以 他主要的功用阿 應該是在輸出 那剛好 如果對方昏訣的話呢 就可以讓他再次昏訣 所以 這個的話呢 應該是要搭配這一招來使用的 落地垂擊 也就是說 如果說我要讓這一招最大消遇的話 我必須要把它接在 落地垂擊的後面 因為這招的話呢 是跳躍 最多6公尺 給予對象傷害 命中時 接到對象並賦予 昏訣 好 那我們來接看看好了 我先接一下 點他 再來 喔 有了有了有了 劍氣 哇 帥 連起來有沒有看到 垂擊 然後再直盾 直盾的話就把它推倒 然後再一個劍氣 喔 天啊 所以呢 在設定自動排序的時候 這個是有技巧的阿 哪個先哪個後 是有眉角的阿 不能夠亂射的阿 眉角就是每一角 一些小小技巧 好 那我現在 在摸索的過程中 我比較懂了 比較懂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被動阿 被動的話呢 我很多都沒有血阿 可以亂點亂點喔 因為他 技能說明哪些東西 你要實測才知道 來 這個是什麼勇猛 命中 前進斬擊時 可以賦予自己勇猛 重疊 在持有時重疊時 使用落地垂擊或 盾牌頭指 將自動消耗所有重疊 並強化使用之技能的效果 什麼東東 我知道了 當我們一直用這招啦 這招 前進斬擊的時候 就可以 讓自己有勇猛的這個效果 那如果說我們前進斬擊 一段時間之後呢 身上的勇猛 是滿的 這時候呢 在放這個落地垂擊 或是盾牌頭指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強 所以這幾招要接在 前進斬擊的後面 應該是這個意思啦 那無雙是什麼 一般魔獸對上傷害率 只能一趴 這個就比較直觀了 然後還有什麼東東 強擊 基本攻擊命中時 一定幾率可以賦予對象 這樣子 好 這個要血啊 沒有血喔 沒有出血 就是 讓別人固定在那邊 持續突擊 消滅一般魔獸史 一定幾率可以 重置突擊的人 確實間 喔 突擊 欸這是斬擊 欸應該突擊了 喔這一招 可以重置啊 所以我可以 一打再打喔 還不錯 但是我怎麼沒有感覺過 我好像有重置過呢 好吧 可能 沒有仔細觀察 因為 可能就是讓它自動而已 沒有去注意到 因為如果用手按才會有感覺 欸 按了之後怎麼就可以按了 這是因為這個持續突擊發 發動了這個效果 那機率的話滿高的 45% 欸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高 喔 持續突擊 來 我不是有放錯嗎 我看一下 我剛剛放錯了 喔 是白色的啦 這個長得很像 這個是盾牌頭子 然後這個是持續突擊 白色的才對 剛剛點到了 好 這一招 喔 現在在TD了 剛剛沒有重置成功 我們再稍等一下啦 那順便找上看有沒有石頭 還是 欸有有石頭有石頭 來踩個石頭 或者是摘個花 夜貓死一個五鑽 可惜 欸有挖到有挖到 不錯 賺到五鑽 來 來看看重置 喔這次又沒有成功了 剛剛衝過去 欸 好像突然又有人 再來一次 哇 那隻被打死了 再找一隻好了 欸這裡有銀日花 我們來摘個花一下 這個技能很好玩啦 各位朋友可以多摸索 再個花一下 這個花的話呢 行情我就不清楚了 我也知道夜貓死比較有價 比較好賣 好 來找 這邊好多人 哇又被打了 好 紅土野豬 啊可惡又被打了 有那麼多人 這裡有了這裡 好 來啦 衝過去 欸 好像有重置欸 好像有重置的樣子喔 但是它不是立刻重置 它是過幾秒鐘之後 才可以用 在棺材就要 啊對 我剛剛是運氣好 你看 它是過三秒鐘 中 就是如果說有重置 它是過三秒鐘之後 才可以用啊 喔 那我有感受到了 有感受到這個 被動力技能的效果啦 持續突擊 老練 基本攻擊傷害率增加3% 懂 堅定 維持盾牌阻擋的姿勢 以自己為對象 發動堅定效果 那堅定是幹嘛的 好啊 猛攻 攻擊力增加4 理解 熟練 所受基本攻擊傷害 減少率增加5% 嗯 就是被 普通攻擊打的話 傷害會少少5% 被打100滴會變95滴 鋼紙 暴擊抗星增加4 比較不會被爆 忍耐 所受遠距離傷害 減少率增加5% 被攻擊有人射的話 本來100滴會變 95滴 鍛鍊 技能傷害率增加5% 好 就是我們放技能的話增加5% 欸這很激烈啊 因為技能都是600多% 還是說他是 他是在這個600多%的基礎上 再乘以1.05 有可能是這個意思喔 好 嘲諷 嘲諷 賦予被 盾牌 頭子和守護的 吶喊命中 的所有對象 嘲諷 好 這招應該蠻有用的 因為他紫色的 你看 兵人就衝過來啦 被一個笑臉衝過來 再生 HP 智能回復增加8 然後 機敏攻擊速增加8% 喔 這個都 感覺很強的樣子喔 回血變快 然後攻擊速變快 老練 紫色的老練 基本攻擊傷害率增加8% 這招很強耶 這招感覺很強耶 你看喔 剛剛一堆人打我 結果全部板彈出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維持盾牌阻擋姿勢 若擋下賦予昏厥效果的技能 會 以 抗該效果 並釋放波動 對周圍敵人造成大範圍傷害 被運動的所有對象都會 被推置 2.5公斤後垃圾 並被賦予昏厥 也就是說 我如果說有這一招的話呢 會非常噁心啊 別人如果說要陰我 欸 不得了 他反而會被我暈 而且是他身邊的人 都會一次被我暈 反擊波動 哇 有點像是那個天堂那個 絕對屏障 還是什麼 反擊屏障一樣 反擊屏障 像騎士的一個大招一樣 喔 所以這招 很強喔 他攻擊率的話是 450% 然後 進去領域 傷害類型 發動等待時間84秒 喔 他雖然很噁心 但是他對屏障時間也蠻長的啊 好 84秒之後才可以再 反 反擊屏 好 那對象的話最多三名 所以也不是全部啦 好 OK 就這樣子喔 就這樣子喔 好 這個就是這個技能的說 好 那各位朋友就是你們可以多玩看看啦 多觀察一下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戰士了嘛 那當然 鬥士 或者是 弓箭手跟 技術精神有他好玩的地方 好 就等待各位朋友去 探索去分享啦 就這樣子 祝福你們 玩得開始 掰掰 可以 好 好 好